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一 我们必须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 撒图 现在已经到达了 让我们身心放松 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 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 柔柔地 闭上眼睛 眼睛尾张 上下眼皮 轻轻地碰触 睫毛也轻轻地显出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轻松 是我们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 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做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完全 放松轻轻轻地的感觉 放松 感觉没有勉强的 如果我们感觉这样做 虽然还没有得到什么快乐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感觉 不苦不乐 这个不苦不乐的感觉 就是轻松舒服快乐的基础 所以静坐都没有给自己 要求什么很难的苏醒 我们现在只是来做着休息 来放松 我们一整天都在忙着忙呢 现在就让我们的身心能够真正的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我们来观察 来调整我们的身体 从头顶到脚底 扫描一下 扫描一遍就好 扫描一遍就好 那里 有出现种种 紧紧的感觉 我们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静坐的核心 就是十八字 所以我们一起来调整 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失败 从我们的身体感到失败 从我们的脖部 开始观察 额头分松 每头也跟着分轻松 每肩的肌肉 也放轻松 我们双眼 如果能够轻松说佛的 闭起来 我们就会感觉 整个脸上的肌肉 会跟着分轻松 合上双眼的时候就是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在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线 进来 这样就可以 鼻子也放松 两边的连接 也放轻松 进步 哪一位正在低头静坐的话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低头静坐 会让我们容易混沉 容易打瞌睡 容易打瞌睡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的手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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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轻松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恰如其分的话 自己就会感觉 好像我们的身体 会慢慢 慢慢的消失 慢慢的融化 更周遭的环境 融合成为一体 感到轻松 自在 然后我们来深呼吸 两三下 让我们的身心 更加轻松 我们来又深又强 得吸气 然后再慢慢 得吐气 再一次 最深 最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深呼吸 有一个很奇妙的功能 它可以把我们 里面的那些 那些压迫感 都可以把它排出来 我们试试看 再一次试试看 又深又深又强的吸气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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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体内 感觉是恐慌 痛痛 轻松 舒服 然后接着我们来解释看看 现在自己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在这里 我们可以完全地放下所有的念头 无论是我们所有的 挂爱 一切的风担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 所有的念头 也放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把过去的念头都忘掉了 未来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再去担心了 我们现在全部都放下来 抛开一切 放下所有 静定无堂 我们就在这个当下 完全地放下所有的念头 然后把心声 静定没有 somethin Shock 静定无堂 身体的中央点 从身体的中央点这里 是我们心意的家 在这里可以完全放松 越静越定 舒服感越来 越增加 自在的感觉 也会慢慢的扩大 感觉好像在这个黑暗的宇宙 现在我们自己是最亮的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自在的感觉 又自在 又明亮 那么记得就请大家 跟着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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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扩大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力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宝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异性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 有清净的身 口 愿意 众生行善 能力才圆满 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的波罗密 也愿意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常受精准 也愿意 也愿意 尽 能力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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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神法门导师 有龙不祖师 拥抱他们是有法圣师父 赞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求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 给我们在过去中 警茂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行大家 给自分为山的愿 我们昨天有谈到一个案演试诈 我昨天的个案研究是谈到个案研究主人的儿子 一开始他的个性就是算是很差的 也就是说他喜欢跟人家打架 又吸毒抽烟喝酒 但是后来他有机会来接触到法身世 他就来当义工四年 来当义工四年还有可以出家 一个雨季安居三个月的时间 看起来好像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好的 不过到后来他出来工作做生意 又遇到很多客人也要回来喝酒抽烟 然后遇到一些生命的障碍 遇到这个生意的困难 自己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黑暗的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就自杀 喝毒药自杀 然后我们昨天谈到他堕落到阴间那里 我们今天就继续听了他后来的生命是怎样 他在阴间那里他被折磨的方法就是会有很大的器皿 里面就是装满了这个毒性的颜酸 然后他看到了就会想喝 有这种念头 先喝这个毒性的颜酸 那当他喝下去了就感觉很痛苦很痛苦 痛苦了之后会怎样呢 到最厉害的就昏倒了 那直到昏倒了之后呢 就再一次醒过来 然后呢就坐下来 好像很难过很寂寞的样子 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个时候这个器皿又出现 装满了这个毒性的颜酸 又再一次喝下去 就这样重复重复重复 在佛日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 如果是在大佛日的时候 在阴间那里会停止折磨众生对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功德会献给 在阴间的众生他可以收到的 不过在这个case很特别 虽然家人亲戚都修功德 把功德会献给他 但是他却没办法收到的 没办法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还很浑浊 而且他受到那种身体的痛苦 他的心很浑浊 没办法接受到人家 回献给他的功德 所以功德就一直在等着 等着机会来回报 但是现在都没办法帮助他 什么业让我儿子今生喝毒药自杀 我怕回答说 有两个业 同时来报应 就是过去的业跟今生所做的业 我们先谈过去的业 他身为销售农产品的老板 他很会做生意 一开始他是生在中等的家庭 也不算是很有钱 不过他头脑很好 他知道怎么做买卖 而且他有设定什么目标 他就想说 我一定达到那个目标 一定要达到这个数字 一定要成功 就一直想 然后呢 后来他也做得到 直到后来他就当了一个富翁 在生意方面算是成功的 有一天他就想说 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做 赚更多的钱 他就把自己赚到的钱 拿来给人家贷款 来贷款的人呢 当然他们生命很辛苦 需要用钱嘛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钱拿给人家贷款 来贷款的人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准时还钱 第二种就是不准时还钱 第三种就是不只是不准时还钱 还觉得钱不够 又再一次回来跟他贷款 三种人呢 那当他发现有的人没有办法还钱 他就去跟他们讲 跟这些债务人讲 你们呢 你还敢来借来贷款 所以这个夜就是口夜 过去职业加上 今生职业 让他找不到 什么解决的方法 就喝下都要自杀 而这今生自杀的夜 也会延续到下一生嘛 那你们认为呢 我怕说会延续到下一生的 不过不只是一生啊 还有很多生的 这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们本来想自杀的人 他们就想说 我已经遇到了很痛苦的生命 那我死了之后呢 我应该可以解决 本来遇到的问题 但是他不知道 未来的问题比现在的还要多 很痛苦的 解决的方法 那么先建议就是说 那让家人呢 要躲进座 心越近越定 然后把功德回现给他 更有力量的 我们刚才讲说 用一般的方法回现 他还没办法 接受到 但是如果心 够近够定 那个时候呢 他可以接受到功德 如果能减轻 笼罩心的业果的话 那个时候 他再次所修的功德 会有机会回报 大家还记得吗 他修了什么功德 当一共四年 还有出界一个雨季恩惧 对吗 那个时候功德就会有机会回报 他可以转世到天界当天人 不过龙坡也跟研究主人讲说 他的儿子 如果有机会再一次生而为人 他也要积极地修功德 波罗密 要去劝请人家 来修功德 比如说出家也好 来修功德 功德也好 而且自己也要静坐 不只是要一般的静坐 要静坐直到正路内在法身 而且要去学习法身法门 在那个时候呢 才可以真正的解决 自己所做的业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人再次生下来 记忆力怎么样呢 我都不见了 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危不危险 危险 所以我们看 过去的业 比自己又在做新的业 变成这种循环 很危险的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千万不要自杀 大家也要去选请 也要选其他人 就当他们的善者是遇到什么问题 慢慢解决 还有呼吸 就表示还有机会的 今晚必祝福 大家祝大家身心 祝你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在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您晚见